花蓮县秀林乡小太阳关怀协会长期照顾弱势家庭孩子克服 而由于接送孩子的娃娃车已经使用了18年了 影响到行车的安全 为此东森佑佑基金会得知之后 协助向中华汽车申请幸福守护计划 2024年航向花蓮获得肯定协助来捐赠幸福 56号到秀林乡小太阳关怀协会 而7号办理捐车仪式 共同来守护孩童们的克服品质 在太陆格组传统业务的展示之下 中华汽车幸福守护计划一路向东协助花蓮县秀林乡 正后生活第16部德利卡捐赠小太阳关怀协会 守护偏乡幼童活动在7号上午展开 东森佑佑基金和董事长孙杰伦表示 看到小太阳的需求也全力协助来争取 小朋友们你们以前的车子很老很旧对不对 小朋友的话一定最真实 他们两台车18年开了18年 然后徐老师跟我说了以后 跟又有反应之后呢 我们全省跟厂车厢们 希望车厢们能够帮助 只有徐老集团 中华汽车 中华汽车 就念回忆 小太阳光源协会理事长徐老师也表达感谢 非常感恩由中华汽车这次的捐赠 让小朋友在接送的路程中 能够非常的快乐 而且非常的安全 因为这部车让美 尤其他的彩绘 几乎都是让小朋友非常欢乐的看到这部车 中华汽车不仅捐赠幸福16号到小太阳光会协会 更透过同仁志工创意为协会重新设计logo 并写彩虹光芒及太阳效林 象征协会爱孩子服务出心 我们一直秉持着一个希望能够尽量的提供更多的一些 偏向或者是需要的一些小朋友们 能够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跟支援 那到目前为止呢 这一台车子我们看到这台车子 是我们幸福守护专车的第16号 我们这一次呢 透过村总市长还有运农总集团 总管理处的曼贤这边的牵线呢 我们达成了第16号的一个捐赠的一个动作 然后把各位需要的资源 把我们拥有的资源提供给最需要的一个单位 中华汽车自2016年启动幸福守护计划 全面照顾偏乡弱势儿童的行车安全 已经捐赠16台爱的里程 共行驶432188公里 相当于绕行台湾402圈 车辆投入地区涵盖全台以及金门离岛 照顾若瑟的海童破千人 小太阳撑不在 在 你不喜欢小太阳 喜欢 记得终于喜欢小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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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